火箭少女首次11人聚餐,杨超月城吃货担当,网友直呼,她也是团体颜值担当。 6月27日辞职正午多张火箭少女11人首次聚餐吃火锅的照片在人们朋友圈中被不停地转发,实力罢评的小姑娘们人气也真是无人能敌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火箭少女这次11人集体亮相,私下的她们一拍即合,聚餐吃起人人都爱的火锅来。 从集体生活照可以看出,姑娘们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尤其是杨超、岳父京两人,据知情人透露,她们两个已经成为了室友,感情正在快速升温中。 恋人在饭桌上更是互相加菜嫣然已经成为了团体中的吃货担当,也真是不怕体重上升的节奏啊。 吃货担当看来飞扬超越莫属毫无意义,但是在网友们的评论中看到谁是团体的颜值担当成为了人们争论的话题。 不少人支持山枝大哥和孟广美、吴璇怡,但是由于杨超越的死忠粉太多,不少都是刷屏直呼杨超也不仅是吃货担当也是颜值担当。 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说出自己认为的颜值担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